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甲平蛙 废都 人最大的失败 是败给了人性 1992年 甲平蛙写了一本书 他万万没想到 这本书成就了他 也激进摧毁了他 此书一发售 引起了巨大轰动 几度脱销 他也成了文坛的一匹黑马 然而 这本书很快就因大篇幅描写了性 被禁止出版 他从文坛最干净的人 瞬间变为文坛最流氓的人 饱受争议 几乎被血藏 直到16年后 这本书才重见天日 流露大众事业 这本书就是废读 小说讲述了主人宫庄之蝶 在全色的诱惑下 从西京市家喻户晓 万人簇拥的风云人物 一路跌落神坛 最终惨死街头的故事 他人生的惨剧 令人唏嘘 也让人警醒 一个人最大的失败 不是败给了生活的磨难 也不是败给了他人的刁难 而是败给了人的劣根性 一 败给了虚荣 庄之蝶出生在铜关乡下 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他终于离开了铜关 前往西京市生活 又凭借一首好文章 从岌岌无名的杂志社编辑 积身成为西京市文化圈的名人 靠着才华和铭记 他在西京市只手遮天 呼风唤雨 商人要费很大的劲 四处脱关系 才能请他帮忙写篇宣传 就连市长想在省报上发表文章 也要亲自请他疏通关系 他周旋于商海与官场 求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 身旁近是依仗他的人 有个叫周敏的人就写了一篇 关于庄知蝶的文章 想发表在报刊上 文章发表前 他对庄知蝶各种鳄鱼奉承 好话说尽 一番追捧后 周敏拿出文章 想请庄知蝶过过目 可庄知蝶早就被周敏哄得团团转 以为又是捧他的文章 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大手一回说 这类文章我都不看的 谁料文章刚发表 就在西京市掀起了一阵骚动 原来文章里抖落了庄知蝶 许多无人知晓的情势 看着陈年旧是被重提 庄知蝶气的直发抖 他直奔杂志社想讨个说法 可一进杂志社 后背一见到他就追着他 喊庄老师 对他毕恭毕敬的 昔日的老同事也给他戴高帽子 把他捧得高高的 周敏则忙前忙后 给他沁茶倒水 庄知蝶见状 心中怒气消了不少 他抹不开面子追责 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哪想 有人竟猜测 文章里描写篇幅最多的女性 是西京市里的名人井雪茵 于是 庄知蝶和井雪茵的过往 很快就被人翻出来 公诸于众 事情还被胡编乱造成多个版本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这是本可以扼杀在摇篮里 只要庄知蝶当初看一眼周敏的文章 又或者是在事发后 他能及时公关处理 然而 他却沉浸在虚荣的快感中 沦陷在他人的公围里 导致事态急剧恶化 一步步酿成悲剧 人活一世 谁不希望自己比他人厉害 谁不渴求受到他人关注 谁不期望得到他人认同 可泰在以世俗的看法 必定让人不断迷失 有人为了博得他人的艳羡 掏空一切去过够不着的光鲜日子 也有人为了换取鲜花和掌声 不计后果 弄虚作假 甚至违背良心 这些来自心底的所求 就像无底洞一样 永远无法被填满 虚荣心只会不断膨胀 让人变得面目全非 被虚荣心蒙蔽的人 会为了追逐昙花一现的快感和满足 毁掉一生的安宁 二 败给了傲慢 那篇文章发出去后 景雪音大受干扰 早些年 两人着实互相倾慕 但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如今 事情却变了味道 无奈之下 景雪音只能撞告杂志社主编等人 接到传票后 杂志社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平息这件事 庄知蝶却冷眼旁观 他们为了官司四处奔波 庄知蝶却嘲笑他们多次一句 他认为以自己的名气 法官也要给自己几分颜面 官司绝对输不了 杂志社的人费力找到审判员了解事态 庄知蝶却嗤之以鼻 律师团队想替庄知蝶梳理来龙去脉 庄知蝶拒不配合 坚持几件 到了开庭那日 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庄知蝶竟四处闲逛 没有出席 不想 井雪音在法庭上提供了许多有利的证据 证明当年是庄知蝶一厢情愿 勾引有夫之妇 这些证据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杂志社主编急得倒地不起 只能暂时休停 此时 官司进入了紧要关头 庄知蝶也慌了神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文章里 他和井雪音暧昧的时间 正是他和妻子牛月清恋爱和结婚期间 如果官司输了 就坐实了他拈花惹草的事 到时候他肯定会声名狼藉 他开始东奔西走 想办法补救 可惜已经为时已晚 井雪音早将他所有出路堵死 你发现没有 生活中有不少人活成了庄知蝶 稍有成绩 就新生优越感 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瞧不起他人 也听不尽劝诫 这类人的结局 大多如同山岳记里所说 他们因傲慢 而失去本该获得的东西 事实早在暗中标记了价格 以傲慢之事待人 必定丧失敬畏心 惹人厌烦 用傲慢姿态处事 太把自己当回事 最终买单的只会是自己 一旦任由傲气自生 人便会丧失洞察力 无心向上生长 甚至会以极快的速度夺落 三 败给了色欲 欲海回狂里说 淫欲祸害的惨烈 世上再没有第二种了 红尘俗事 诱惑遍布 人难免会有异乱情迷的时刻 然而淡于美色 祸患便接踵而来 成名后的庄知蝶 潜伏在心底的色欲阀门 就被彻底打开了 他终日游走在不同的女人之间 享受着雨水之换 第一个女人是和周敏私奔的唐婉 那天周敏在家里宴请庄知蝶 唐婉直勾勾的盯着庄知蝶 一口一个庄老师的叫着 他说话俏皮灵动 充满情趣 严行装扮 也比妻子牛越轻撩人 让庄知蝶心生一阵涟漪 几经相处下 两人欲火难耐 睡到了一起 第二个女人 则是他家的保姆柳越 有一回 柳越无意间发现了 庄知蝶和唐婉的奸情 他躲在门外 偷窥他们亲热时 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庄知蝶为了堵住柳越的嘴 强占了他 柳越起初是拒绝的 但他一直对庄知蝶有意思 也想傍上庄知蝶 过上好日子 便从了 自此 两人就在牛越青的眼皮底下通肩 第三个女人 叫阿灿 生活在西京市底层的阿灿 仰慕庄知蝶的才华久矣 在一次机缘下 两人相识 交谈甚欢 两人便趁阿灿丈夫外出之际 发生了关系 两人各种调情 阿灿对他走火入魔 一心想怀上他的孩子 可就在庄知蝶沉浸在淫恶时 他和唐婉的事却败露了 有一天 牛越青在晾衣服时 无意间看到庄知蝶和唐婉 用来传情的信鸽脚环上的纸条 上面写着肉麻的情话 牛越青看完后 气得咬牙切齿 将纸条揉碎 往地上一扔 他拿起鸡毛胆子 冲到厨房 抽打柳越 怒瞪柳越 威逼他说出真相 柳越吓得直哆嗦 一股脑说出了真相 牛越青怒火中烧 他将传情的鸽子煮熟 笔装支蝶和糖碗喝汤 两人都被一向柔和的牛越青震慑住了 不敢再撕毁 就在事情僵持不下时 唐婉儿的丈夫寻到西京 将唐婉儿绑回乡下 庄知蝶急得坐立不安 还催促周敏解救唐婉 牛越青见状 心凉透了 选择离婚 当初苦心经营的家散了 动了心的情人也走了 庄知蝶的神思一天比一天恍惚 对任何事失去了兴趣 他无心写作 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 万恶因为首 色自头上一把刀 沉溺于淫欲的人 像是陷入了温柔的陷阱 在绚丽的英素花田里 享受床子之欢 忘却世间烦恼 可这让人欢快的英素化 却是世间最恶毒的话 他会慢慢透支人的生命力 吞没人的理智 蚕食人的精气 令人坠入痛不欲生的炼狱里 无法自控 只得一口口吞下毒果 四 败给了贪婪 韩非紫云 或难生于邪心 邪心又于可遇 身处物欲纵横时代里 我们或多或少 都曾在各自的欲望中沉浮 好不容易得到了 翘首以盼的职位 立即可求更高的头衔 看到别人拥有好东西时 纵使不适合自己 也要挖空心思去得到 明知是不适合自己的感情 即便早已遍体鳞伤 却不舍得放手 庄之蝶 正是被这种贪念邪志 最终跌入痛不欲生的黑洞 他不满足当下的荣华富贵 为了牟利 他以有人红江的名义 开了书店 可书店经营惨淡 当时 金庸的书卖得火热 其他书店卖了金庸的书 都赚得盆满薄意 在红江的窜多下 庄之蝶买了一本 卖不出去的武侠小说版权 将作者的名字改成全庸 生意又好了起来 尝过甜头后 庄之蝶又昧着良心 给没有资质的农药厂家写广告 贪婪彻底盘踞了庄之蝶的心头 他又开了家画了 碰巧 书画家龚敬元 因赌博被警察禁锢 急需一大笔罚款 他便趁人之危 低价从龚敬元儿子那 收购了龚敬元毕生珍藏的书画 不料龚敬元得之后 含恨自尽 他还没来得及悲伤 就发现书店大部分盈利 都被有人红江卷走 他代言的农药 竟毫无毒性 监管部门追究责任 厂长让他背锅 他颜面尽失 庄之蝶倾尽一声 卯足了尽敬财 到头来却是一场功 不仅如此 官司败溯 他的名声也因此一落千丈 昔日围着他的人一哄而散 见到他的人全都躲开了 接踵而来的噩耗 让庄之蝶彻底颓了下去 靠酗酒打麻将混日子 他想逃离西京市 却在车站突发中风 倒地不起 贪念起万恶生 心不正 身难正 生而为人 都自带贪性 总是不满足 已然得到的 总是期盼能得到多 可钱财永远赚不完 东西永远又更好 总不能样样都拽在手心里 可求的越多 未必能如愿以偿 却会困于接连不断的贪欲中 最终 生了忘心 做了歹事 只会自毁前程 不求非分之福 不贪无故之祸 惜物惜福的人 才不会被外物所累 豆瓣上 有网友这样评价庄之蝶 他的死 都是败给了他人性里的贪欲实色 在琳琅满目的诱惑下 在人性缺陷的挑唆下 人很容易走上和庄之蝶一样的不归路 但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行 不断精进的历程 只有洞悉人性的弱点 在诱惑中管住自己 我们便能守住自己的心 扫清人生路上的迷障 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